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Ivy 今天呢通过这个视频要给大家分享的留学干货呢 就是关于新纳威尔士大学他们这个预年制的法律硕士LLM这个课程 那么最近呢也有很多同学问到我 关于新纳威尔士大学这个法律硕士课程 是不是可以跨专业读呢 而且他还提到说自己没有法律相关行业的工作经验 在这里呢告诉大家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新纳威尔士大学他们家的法律硕士LLM课程 他的那个接受的那个包容度是非常高的 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它的全称呢是Master of Laws 它的课程长度是一年 开学时间有三个 分别是在二月份六月份和九月份 这个学费呢在今年最新的是44,085澳比一年 它的这个重点呢关于这个入学要求 假如你本科是学习法律专业的 或者呢已经完成了一个法律JD的课程 或者你本科是社会科学 或者是人文科学相关的专业都可以申请 那么具体关于这一些专业课程包括哪一些呢 比如说法学商学经济学会计学新闻学文学翻译传媒学 国际关系等等 另外这一个项目对于国内的本科生申请的话 它均分要求其实是非常低的 只要72倍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均分达不到要求 假如你是我之前给大家提到的相关的学士相关专业 那么至少有两年的相关工作经验就可以申请 如果说你的均分达到了 但是不是我给大家提到的那一些相关的本科专业的话 那么呢 假如你有两年的相关的法律行业的工作经验也能申请 在这里呢我们就能看到 西南威尔士大学这一个项目 假如你是跨专业申请 它可以看你的工作经验的 那么工作经验的话 这一块大家需要注意了 这里提到的工作经验呢 主要是能够获得法律或者是政策方面的一个专业经验 这一类的工作经验呢 作为政府的官员其实是可以获得的 另外在企业从事审计监制或者是管理法律和政策相关问题的岗位呢 也能获得 假如目前你主要是从事以法律或者是政策为重点的相关项目管理 也是可以获得这一块相关的工作经验的 关于背景 然后均分要求 还有那个相关工作经验的要求呢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呢 英语这一块的要求呢 它是需要达到雅思总分7.0 单项不低于6.0的 同时它是可以接受PTE成绩来进行申请的 西南威尔士大学他们这个法律硕士课程呢 其实有细分很多专业 比如说中国国际商事经济法 公司法商业法和税法 刑事司法和犯罪学 争议解决环境法和可持续发展 还有人权法律与政策 有国际法媒体知识产权和技术法 这个课程它的一个设置 主要是需要完成48个学分的课程 每一门课呢 大概就是6个学分 一共需要完成8门课 有很多同学呢 他觉得跨专业申请这个项目 而且是没有法律相关的工作经验 要读起来的话会不会觉得很困难 然而并不是这样 因为西南威尔士大学 他们这个法律硕士课程 有设置12个学分的基础课程 也就是两门课的基础课程 这两门基础课分别是法律概念 研究与写作 另外呢 还有他们的 Global Common Law Systems 全球普通法系 另外一点需要提的 就是西南威尔士大学 他们法学院 他们这个法律硕士项目 其实跟国内多所高校呢 也有展开合作 开设相关的课程 比如说 他们和清华大学的法学院 有联合开设 Cibel Elective 这样的一个选修课项目 毫无疑问 这个项目呢 它的授课地点就是在北京 这门课 它主要是介绍中国的司法体系 以中国的商法 国际商务与经济法 还有其他重要的法律领域为重点 除了课堂授课之外 大家还有机会去中国的司法机构 比如说中国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还有中国法律事务所等地方 进行实习和参观学习 另外呢 新南威尔士大学 他们还有开设一个SGTU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其实也可以叫做是上海下校课程 这个课程呢 它是一个时长为两周的一个强化课程 课程内容呢 主要也是关于中国法律相关的 体系知识的学习 同样 假如大家呢 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也有机会到上海来进行实地的参观和学习 同样呢 大家也有机会到中国法庭 律师事务所 进行实地的参观和学习 那么最后的重点来了 就是呢 我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然后说可以跨专业读 实际我们有没有申请案例呢 在这里告诉大家 有的 比如说我们的于同学 他的本科阶段呢 是学习的会计专业 而且毕业之后呢 没有法律相关行业的一个从业经验 但是呢 申请新南威尔士大学 他们这个法律硕士课程 就成功拿到了offer 以上呢 就是新南威尔士大学 他们这个法律硕士课程 可以跨专业就读的一个整体的项目介绍 假如大家关于这个项目有任何问题 或者说在申请上需要帮助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是私信我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